好,今天就要跟大家做一個完美的對比 對比市面上暫時都是很有名的兩支按摩槍 一支是Booster Pro 2 另一支是EEE X1這個牌子的按摩槍 好,打開箱後,就會立即看到我們的真身 好,至於電量方面,一個是2200,一個是2000 當我們試用過之後,發現這兩支一餐滿電都是用了幾個小時 不刻意再對比用到多久 因為我相信大家也不會拿著這支玩足幾個小時 其實Booster的重量是1.1kg X1是1.05kg 其實相差很少 手柄位大致上相同 拿起上手的重量感覺就不會相差很遠 好,現在就是對比他們的按摩頭 Booster會有5個按摩頭 X1會有4個按摩頭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它的材料 如果Booster這個按摩頭按下去,就會有一點軟熟一點 因為它的物料是EVA膠 按摩頭按下去,就會看到手指會壓扭扭扭扭扭扭扭 大的大腿肌肉都會比較舒服 好,然後就可以對比一下它兩個充電器 X1那個其實就比較複雜一點 有兩個元件去組成 但如果Booster這個就簡單,一個頭 好,然後我們現在就會對比他們的深度 好,現在我會放上X1的東西 大家會看到它們兩個的分別 好,一樣 接下來會放慢動作給大家看 很明顯,Booster這個會比較深度比較多 對於打這些深層次的肌肉是比較良好的 好,剛剛說到深度這個問題 現在就是X1最高速的這個組 你會看到其實它的深度真的不是很深的 它是真的靜的 但其實它這個靜是用犧牲的深度來換回來的 作為一個專業的運動員 我覺得它的深度未必會是足夠應付到你的對按摩肌肉的需求 它靜得來,但如果沒有這樣的按摩效果 那就會差了一點 一開機,就會是9的這個速度 你會聽到其實它的噪音上不是真的大很多 但它的深度上的確是深很多 Booster就不會想傾身這個這樣的深度 而它會用低聲音的做法 那對於一個真正對肌肉要按摩的話 它的彈性會比較強 那你可以對你想按摩的位置 會有更深層次的按摩 那大家會對哪一個更希望會有深一點 還是靜一點 那就可以大家自己決定哪一個是更適合自己 轉速 Booster就是可以去到9的 那它9其實是一個速度上的分別 而X1這個速度都會有6個 那就是在這裡這樣調整 這個是最高的級別 如果你這樣連按著它就會回到下面 就是一個按摩模式 那其實只有6個 那做一個對比底下 我們可以看到 X1的最高速度 其實速度上跟5是差不多的 Booster如果去到6、7、8、9 其實已經是完全超過了X1的速度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沒有用慢動作的底下 它是完全是快很多 那剛剛說過了 力度上已經是Booster比較強 它如果去到9的時候 它轉速是3400rpm 即是1pm 那如果X1 它雪量速度就寫是3200 那但是跟我們這樣看 如果它只是5的速度 其實已經是差不多的話 那如果轉速上 會是Booster 就這樣看是比較強的 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如果Booster 我現在開4 5 然後如果我關機 然後再開回的時候 它是會直接起5 但是X1就沒有這個記憶功能 那如果你是現在這樣 開這個最低的上面 如果你一關機 再開回 它就會重新開過的 那你就要再設定 好 那這兩支按摩槍 其實是ACC Store都有售的了 那大家有什麼不明白的 隨便留言 或者是WhatsApp 我們問都可以的 好 下條片再見